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Belibaba 自從今年1月開始 聯邦政府通過了法案 所有銀行一定要要求 那些 mortgage 的借貸人士 通過一連串新的壓力測試 壓力測試其實一直都有 這個要確保 借貸人士通過 以至於估算這些人的還款能力是OK 不會那麼容易斷工 主要來說就是計算 你借多少和收入的對比 如果有什麼冬瓜豆腐的時候 你能不能還得起 同一時間那間屋價能否抵上借貸 但新一輪的壓力測試 最主要有兩方面 第一件事就是利息的計算 它就在現階段的利息 估算加多兩厘的利息 大家要知道 如果有公過的話 你也會知道 例如三厘的利息 實際上你透過複息的增長和累積 再加上它是先還息 你會知道 你的貨幣的公款 其實有一半是利息 但如果加多兩厘的話 就不止一半利息 可能變成六七成利息 而總額的表環的數字 可能是多了很多錢 而不是多了兩百分比 那麼少 以至於如果加多兩百分比 這個意思就是 你需要有更大的貨幣 和更大的資產 才能夠通過測試 另一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 Potential的借貸 和借貸自己本身 因為它怕你支不抵債的原因 就是 看看你的借錢有多少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它純粹根據 你借錢的總額去計算 你可能覺得 你也不是借很多錢 但是假如它將你 所有Potential借到的錢 例如你開了一條 借貸 計算下去 再加兩百分比 又或者 你所有的 Credit Card 你即使是 月月清 月月清數 又不是花很多的時候 它不是用這個 計算單位 它是用你的 Credit Limit 假設你 全部借爆 去計算的時候 那兩百分比 就可以是 超級significant 即是這個世界 你以為 你以為 只是 那些 那些圖傳教 才會說你是 千會罪人 哪怕你不是 或者你 哪怕你純粹 就是 動一下人臉 它就覺得你是奸人武略 殺人放火 那 之外 原來 現在銀行計算 都一樣是這樣 你是一個奉公手法 即是 奇奇還錢的人 他都當你是 一條 爛賭鬼 借錢 又不還 那些賤人 這樣來計算 你是很無辜的 但是 現在就是這樣計算 於是 我認識了 有些銀行朋友 他說現在 審批很困難 那 就算 你是完全沒有債的 完全沒有債 這樣 你都要收入 即是 你雙方好些 13萬 13萬的收入 你才能夠借到大約50萬的 錢 那 其實 就是非常困難 那 想像我這樣 那我們雙方 就 超過13萬 但是 因為我借了很多不同的錢 我自己公屋 各方面 那同一時間 又有 credit card 又有幾張 credit card 那 再加上 就是 又有 line of credit 這樣 這樣 要借50萬 可能 都不通過 這個是我朋友 告訴我 的 那 就是 其他人 就真的不知道 這樣 就是我們 加拿大 那個 樓市的情況 就越來越 香港化 那 即將來 那些廢青 本來不是廢青 本來不是廢青 是年輕人 就因為這樣 變成廢青 那 永世就要和父母住 就不可以有自己的那個樓 本來大家都不是很 eager去有的時候 就變成了一個身份認同 或者身份區隔的象徵 不是你讀多少書 而是你有樓還是沒有樓 那當然 因為教會需要 提供這件事 不是說全世界 是不是千萬聚人 而是 他去公開這個傳統家庭價值 就有一個 強大的 理想 過去那些人 就會跟你說 不要分線性行為 不要玩同居 你們結婚 那結婚 那結婚呢 對於你 那些負責要審批 因為你那個 供款能力 那個 那個 收入 就會 強了 假設你兩個都 押手 三袖 出來做事的話 那這個就成為了一個 strong reason 為什麼你要結婚 那 但教會從來都不用這個 reason 他用那些很老是熟靈的 reason 但是那些完全不明白 那樣 就完全是沒有incentive 令到別人這樣做 那如果你真的考慮 去買樓的時候 最好呢 就結婚 那anyway 那 另一件事 值得來思想 就是這個 絕對 會影響到 之前我也有說過 銀行股的估值 因為 它那個新的business 可能 會因此 會來到 有一個sufficiency 的下跌 同一時間 它又 增加了額外的cost 來去 做那個審批 那 再加上 那些地產agent 亦都可能會受到衝擊 因為 不是因為那些人不想買樓 而是審批不了 假如你真的要買樓的時候 可能 有兩個選擇 一個就是買小一點 或者 不一定是小一點 而是便宜一點的單位 這個 either小一點 或者遠一點的地方 你也可以買得起 這樣 那 另一個 可能性 就是選擇 來給多些下跌 那 你有錢的話 譬如 那些 所謂全民 那些強國人 很有錢 那時候 實際上可能是 因為它過不了沉批 所以它會給多些下跌 這樣你可以選擇 給多些下跌 但是 問題就是 你給多些下跌 實際上 你購買樓 既可以自住 同一時間 可以享受到 投資的增長 那 如果你的下跌 太多的時候 便宜一點 便會減少 那 你減少 相對來說 回報 就不會像 傳說當中 樓市的回報那麼高 那 這個未必是一個 最傻的決定 那 既然 你買一間小樓 你可以 因為 為主的緣故 賺得多於一間大樓的時候 那為什麼 需要買大樓 而同一時間 令到你承擔 那麼多的 政府負擔呢 那 這個是 政府推出這個 法案之後 那個的影響 當然 我不覺得 這件事 是會有助 太多 這個樓市的 穩定 尤其是這個債市的穩定 問題就是 你要買樓的時候 仍然都要買的 那麼很多人 通過不了這些測試的時候 他唯有 就找財務公司 來買 變相 就令到這個 mortgage 的借貸人士 增加額外的負擔 到時候可能 爆破機會更加大 那麼這個呢 就得不償失 那麼 hopefully 聯邦政府將來 就會有所的檢討 改善少少 令到呢 這個 加拿大不會香港化 那麼 很多時候呢 你要 balance 樓價的升幅 令到人買得起 但是同一時間 你出辣椒 令到一些 沒有錢買樓的樓 或者買不起樓的人 更加買不起呢 這樣 怎麼能夠 balance 這個是一個很困難的決定 也都值得業界人士 和政府來去 慎思和考量再考量 那麼今天分享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